74岁的陈婆婆十多年来 每天早上天刚亮 就出门巡视自家菜园 某天下雨农地湿滑 一步小心滑倒 更遭到硬如竹竿的孕育经 刺破头颅 清急之下还自行拔出断裂的部分 有啊当初她说 吃甜啊 吃甜啊 快回来回来 在老子里了 玉米精从陈婆婆脸部右颧骨下方 一路刺破颅底 造成长达三公分的撕裂伤 经过开颅手术 虽然顺利取出玉米精 脑部却因为细菌引发后续感染 造成化膿 一度导致她左手无力举起 所幸现在已经康复出院 这非常罕见 先不要硬着说 就是把它拔出 本来如果有大血管的损伤 你一拔出就造成大出血 跌倒意外层出不穷 老人家因为视力减退 平衡感变差 常见在半夜上厕所 因为视线昏暗或是浴室太滑而跌倒 家中有长辈者应该多留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